接着带您来看到的是这一名生命斗士郭伟奇 郭伟奇因为八岁里长大病 手脚都被截肢 但是为了追求梦想 他决定要挑战登顶台湾第二高峰雪山 预计要在四天之内走完22公里的山路 还要挑战让登山者闻风丧胆的陡峭山路枯泊 而为了完成挑战呢 郭伟奇是特别来到了杨明山的晴天纲练习 失去双手走在平坦的马路上都会摇摇晃晃 昨天啥最后一天的山讯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努力成果 一个重心不稳差点跌倒 维琪因为八岁一场大病 手脚都被截肢 行动都只能靠一支辅助 没有双手走在平坦的路上都很难保持平衡 更何况这崎岖颠簸的山路 想好好走一段路对维琪来说都是难上加难 这些楼梯太大的话 就是有时候要抓一些比较困难的角度 跟普通人比起来维琪少了手脚四肢 但他追梦的脚步却不输给任何人 为了庆祝高中毕业 维琪决定突破极限挑战台湾第二高峰 海拔3886公尺的雪山 预计四天要走完来回22公里路程 而且除了脚上这双防滑登山鞋 不用任何工具补助 这次在阳明山的行前练习只是他们第二次练习 但也是最后一次 不输出不配还是要挑战 不输出不配就是我坚持 宫顶雪山其中最大的挑战莫过于让登山者 闻风丧胆的枯泊 短短500公尺的山路倾斜将近70度 但这可没下跑危机 脱掉双脚我们才发现 维琪膝盖的皮肤早就被一只 摩擦到红肿破皮 为了减轻登山负担 随形包包也只能携带轻便的干粮 肚子饿了就先吃牛奶糖挡一挡 艰苦的挑战 维琪用微笑和毅力完成它 克服它 一二三 雪山我来了 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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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